人形立牌锦花,七月假不待见 云林县妇又对巡官李鹏英因为长相甜美 两年前抖六派出所以她为模特儿 制作人形立牌放银行门口反诈骗 博得人形立牌锦花的美名 现在这位锦花确定要和交往六年的锦大班队男友潘伟成结婚了 两人已经拍好婚纱照,还穿着警察制服入境 看起来幸福洋溢,预计七月结婚 而未婚夫替锦花出的书《老天给我的女孩》 也出现在婚纱照中 因为她就是一直都还蛮喜欢写这张 对,然后就觉得她很有才气 所以也是有点仰慕那个才气 锦花的未婚夫潘伟成是警察专科学校区队长 曾考上律师和司法官特考 网路作家笔名不待见,才华洋溢 这六年来一直很羞 李鹏英害羞地说 和未婚夫交往期间常被感动 几个月前去剑湖山玩 男友更扮成啦啦熊求婚 让她很惊喜 求婚真的是让我有惊喜到 而锦花的人形立牌和宣导短片 也都让未婚夫余有容颜 我觉得就是参照也很兴奋 然后都会跑来讲 又一会上门跑去那个银行那边拍一下 就跟我的立牌合照 她也很开心 对,她觉得也蛮光荣的 董新闻真是郎才女貌 报道